好中共发射卫星这不是今天才发射 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他不断的在发射卫星 他们有很多太空的探测各种的科研的活动 这是他们的事情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他发射卫星我们担心他残骸落在我们的土地上 飞越我们台湾领空 所以我们发布国家级警告 国家级警报 像这个事情到底是扰民 还是选前的有心人在戒选呢 我们看看赛总统的反应 第一时间他人在陈其迈旁边 地点在高雄 警报响起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他没有手机吧 所以他看了一眼陈其迈的手表 因为是智慧型手表 所以有显现一些讯息 立刻他淡定安抚民众说 总统在这里不要害怕 是笑着讲的 而且他告诉大家说 这是卫星不是飞弹 闷怀怒不要紧 总统在这边不要紧 发生什么事情 总统都是跟你站在一起的 也许现场的民众觉得不害怕了 可是第二天我们看到 柯文哲讲说 蔡英文说 不要怕 讲这句话才让大家害怕 讲这句话才让大家害怕 第一个 如果发生事情 国防部会发出错误的信息 怎么办 如果真的飞弹来了 你国防部会发出错误信息 我们到底要不要相信你 老百姓未来可能都不相信 就是刚刚大家来宾讲的 狼来了怎么办 国防部之前都没有演练过吗 所以呢当蔡总统说你不必要害怕 我们才开始要担心了 很多民众都说 也很多的观众说 昨天蔡总统这么淡定的露出笑容 笑容跟邱毅仁很像 发出一抹这个神秘的微笑 那时候很像 是不是在选前 有这样子不寻常的动作 是有人在操作什么吗 来请教董哥 我相信他是一个不小心 但是你要了解 我们国家有很多国安 空军作战司令指挥部 他以前叫司令部 现在叫指挥部 这个人身上气 往往就是空军司令 因为他是空军最重要的单位 他在公馆那边掺除山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空战 一定是打电子战 所以他的外文绝对很强 因为他一定常拍去美国受信 我不骗你 不然生不了他 大家看 就是说这个出来 当然他引起的恐慌是很大 可是我也很庆幸 他如果是1月13号 上午8点发布 你看这个氛围根本就影响险经了 不用讲了 你也来不及求证了 我告诉你 所以现在来其实对于那个 对民进党不一定是好的 因为这几天会被调杆 会被哭手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误事 我觉得台湾现在最重大的国安问题 我刚刚都在偷笑 蔡英文抓着陈吉麥看那个手机 他可能不是在看那个 你上面是什么 他看你有没有录音功能 今天台湾到处都是国安危机 你知道吗 真的 你有时候会想说 这种国安危机有什么 我告诉你 蔡英文刚上任的时候 海津的雄山雷弹就这样按了 就出去 如果是打到对岸的基地 你会怎么想 对岸一定还击 好小子 你一上任就打我 对不对 他是7月 蔡英文5月上任 你一上任就开始要打我 来 你打我一颗 我打你三颗 两岸都要打起来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国安里面 最危险的就是擦枪走火 那你擦枪走火 你英文错了 给那些外国人看笑话 然后也让他们单心受怕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 等于说俄乌战争以来 被认为最危险的地方 那是不是真的开打了 外媒会 因为我们常见到外国的朋友在问 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氛围 那台湾的国安危机器很多 大家记得川普漏弦的时候 川普漏弦要捣乱 参谋总长会议 延期会议的主席密立 打电话给中国大陆的参谋总长 所以如果我们 他做成任何解议你们不要信 他不能代表美国 川普还没卸任 还是美国的三金统帅 密立打两次你知道吗 他怕的就是插枪走火 万一川普下令说我们要攻击了 中国大陆说你下令了 我先打 那就打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安危机 其实在这里就是很严重 你看日经的飞机听错了 结果海上防卫厅 日本就发生了灾难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就是非常严重在这里 我们看到政府这些漫不经心 因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猜测 因为大家对政府的不信任 其实是很重 知道说民进党不知道 会用什么说法来选举 过去台湾的选举 那些比较不入理 或者被民众骂了拜死了奥婆 其实都跟民进党有关 而且他是获利者 从民国87元的吴敦尼那个录音带 那个证实是变照 可是证实变照 陳水扁都已经当总统了 吴敦尼是87元 陈水扁是89年 你可以看到 所以影响嫌疾 黄金英的走路攻也是假的 结果黄金英输了 对不对 那两颗子弹跟不用讲 所以我们看一桩接一桩 很多人会觉得说民进党 一定会在用什么样的说法 那当然他用的最顺的 就是四年前的总统大选 抹红 然后刚好有个反送中的背景 2019 然后接下来就跟王立强事件 现在找不到王立强 那大家就想说是不是民进党 要出这种猛烊的奥巴出來 所以他变成整个社会上的纷扰 那我觉得说最可怕的就是 我们知道在选举里面 各种因素 你如果来不及澄清的话 那个票都投下去了 这是民进党过去很喜欢用的方式 那你记得那时候两颗子弹 我们坐在车上看 台湾真的很多电线桿上面写 一号中国人 一号台湾人 二号中国人 电线桿上面都贴成这样 为什么 因为民党的基本是什么 是国民党配合共产党 要杀台湾的总统 要插沉水扁 那时候基本就这样 所以可以看到 完全用这个在操作 2016年的周子宜事件 也是用这样操作 中国大陆在打压 那如果一直被民众认定是这样 或他自己的支持者也知道 这是我们阵营在做的一个手法 那台湾就完全没有公信力了 所以由这个事件里面看 它的严重性就是 我们台湾的国安问题太 太让人家慧解了 就是怎么松散 对不对 一个小兵就可以把一个飞弹 打出去 对 然后一个中将 就可以发布一个国家级的命令 那你知道台湾 我们天空有多少卫星 5000多颗 光马斯克一个人 马斯克一个人 就花了3500颗 马斯克一个人 他也花一个卫星 我们就要发布 不可能 因为那个卫星在那里 我们地球自己会转 你自己会去碰到卫星的范围 所以我觉得今天 当然国防部不敢陈主 因为陈主怕说他是错了 但是你这个要怎么去替国人说明 因为大家变成人心惶惶的话 那就是一个社会 对政府的不信任 一个政府最大的资源 就是民众对他的信任 现在显然荡然无尊 其实连吴怡农 他也提出了质疑 希望国防部能够说清楚 我们来看看报道 9号国家警报大响 正在主持外媒记者会的 吴钊歇也收到了 是太匆忙了吗 吴钊歇把飞远南部上空 看成飞到越南 这也让现场外媒提出质疑 更反问怎么中英翻译 不一样 呼吁大家别紧张 只是国防部的样子 现在也让卫报开酸 其富途还是引用TVBS的新闻画面 令吴一龙脸书po文很不幸 国防部在选前三天亲自示范 如何散布争议讯息 提出三点质疑 分别是英文用字不当 发送警报的标准是什么 以及发送警报后 希望民众做什么 还有赖办发言人赵玉祥 也在这论节目直言国防部 发这种简讯 对民进党的选情有杀 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不分政治 而发出的讯息 就是说国家本来这个 重要的警报讯息 本来就不会看到任何的选举 任何的政党 任何的这个选举议程 而做成决定 我想这也是应该的事情 是被关切了吗 因为绿营目前几乎已统一口径 选举期间 国家安全 跟两岸稳定 一样重要 不认为这个事情是为了选举 而是应该建立其一套 国家级的防空警报的规范 毕竟国防部也属蔡政府一环 总统府深夜也定掉对岸的卫星发射 以排除政治企图 似乎想替舆论直写 至于国民党质疑 国家级警报是否花人民的钱 答案 没有